我曾在近距离看过两个人比万里 第一个人看起来非常粗壮 简直是男人中的男人 另一个身材比较一般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世界万里冠军 直到我看到他发挥神力 他轻轻松松就击败了那位大个子 我只能在一旁惊讶地说 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呀 他看着我说 八个星期的钱币锻炼 菜单是这样 我一开始没听懂 不知道他说的钱币是哪位 难道他想把他的秘诀藏起来吗 但后来我才发现 是钱币而不是钱币 原来是我误会了 于是我听了他的建议 对了 我在八个礼拜后 向那位健壮哥挑战 你待会儿就会看到结果了 第一周 将拳头往不同方向旋转两分钟 然后伸展手指一分钟 挤压并松开拳头约五十至一百次 每天做两次 每周做三遍 你可能会想知道拳头和手指到底与钱币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请握拳头 然后用另一只手戳戳前臂 肌肉绷紧了 对吧 就是这样 在第一周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请不要使用健身器材 前臂肌肉非常脆弱 因此不应该让超出他们的负荷 第二周 现在你的居家锻炼可以开始全力冲刺了 把负重也加进来吧 坐在椅子上 双手握着哑铃 将前臂放在大腿上 让手腕向后弯 使负重处一下 只用手腕来做哑铃弯曲 做两组 每组十下就行了 在下一个训练日 中间休息一天 你可以开始做手腕的反向弯曲 这次把手掌朝下 手腕向前伸出 并尽全力把手臂拉往前臂 我还把日常生活作为锻炼的一部分 农夫走路是最棒的前臂锻炼之一 你只需用手拿些重物 例如两加轮的牛奶 或装满的购物袋 第三周 做到现在 我的手臂已经变得更结实 我已经准备好挑战比亚铃还难的东西 像是单杠 前臂的力量 让我能做好几下引体向上 虽然引体向上很棒 但我也做了一些耐力训练 跳起来抓住单杠 并维持三十秒 第四周 我在这时候开始使用握力器 我买了一组共有三种不同重量 双手先用轻重量握力器 做两组三十下 然后拿中重量握力器 会稍微难一点 做四组五十下 在锻炼最后 用最重握力器 并尽全力看自己能做几下 你可以变换使用握力器 单杠和哑铃的锻炼时间 例如星期一 引体向上 星期三 注重训练 星期五 握力器 第五至八周 在你进行居家锻炼后 体能可能已经变得更好 现在你可以开始去健身房 尝试一些强度更高的锻炼了 但你必须遵守三个重要守则 这是万力大师说的 守则一 不要将前臂与其他肌肉群分开锻炼 因为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做二头肌和背部锻炼时 也将前臂锻炼加进去 这里有一个能同时练到 所有三个肌肉群的出色动作 那就是反握引体向上 守则二 不在同隐私锻炼中 做超过一或两种前臂锻炼 前臂肌肉并不取决于锻炼强度 而是取决于二头肌和背阔肌的肌力 背阔肌就是位在背部的巨大三角肌 守则三 把前臂锻炼放在最后 你会在其他锻炼中 一直用到前臂肌群 像是抓哑铃 拉单杠 双臂屈伸 杠铃等 如果一开始就让前臂疲劳 那就不可能完成锻炼到其他肌群 懂了吗 现在你可以开始健身了 根据守则二 这些锻炼必须在不同的时间进行 下面是我的菜单 星期一 站姿杠铃弯举 前臂和二头肌 还记得守则一吗 这个锻炼刚好两边都练得到 将手掌朝下抓住杠铃 然后将其拉向肩膀 因为前臂肌力较弱 因此杠铃应该要比平常用来锻炼二头肌的杠铃还要轻 星期三 杠铃手腕弯举 拿起杠铃坐在健身凳上 将胸部放在长凳上 并把手肘放在边缘 这能为手肘带来最大的活动范围 用手腕慢慢地提起和放下杠铃 星期五 佐特曼亚铃弯举 站直且双手各拿一个亚铃 手掌朝向你 保持上臂固定不动 将负重举到肩膀上 然后让手掌对向二头肌 举到上方时再次转动亚铃 使手掌背对你 然后放下回到原本的位置 这样算一下 这些动作应该放在锻炼最后才做 而且你还有很多其他锻炼可以做 只要每天不要超过两种以上的 前臂锻炼即可 你能挂在单杠上30秒吗 加一些铁链或负重来试试吧 手腕负重跳绳 持续这种有氧运动20分钟的话 就能加强前臂和耐力 手腕负重拳击 同样的 这些负重手环 能让锻炼更上一层楼 但不要太过用力 不然可能会受伤 用绳索勾住滑轮 并站在它的正前方 将绳索拉成一直线 双手抓住毛巾两端 用力挤压肩胛骨 将毛巾拉向的肋骨下方 将绳索缠在单杠上 然后双手握住两端 将自己向上拉 直到手肘成90度角 用毛巾来做引体向上 能彻底锻炼到前臂肌群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锻炼 拿一个没有重量的杆子 在中间绑上一条绳索 然后将哑铃绑在绳子的另一端 可以先用5公斤的哑铃 现在试着卷起杆子 试绳子缠绕在杆上 由于另一边有哑铃的重量 所以并不容易 但挑战的目标 就是要有点难度 好吧 看起来好像很多 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 第一周 不用用到健身器材 只要转转双手 握紧和松开拳头 伸展手指 让肌肉热身 第二周 可以在家用轻负重的哑铃来锻炼 第三周 使单杠 将前臂锻炼与其他肌群 尤其是背肌和二头肌 结合在一起 引体向上 是你最有效的伙伴 第四周 用握力器来完成所有锻炼 要是觉得握力器的重量太轻 就换成较重的握力器 第五至八周 在健身房里锻炼 按照守则来达到最佳身材 你会看到肌肉不断增长 现在八周过去了 你正处于人生中最佳的体态 你的钱币变得相当引人注目 但你现在在想的是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 强化钱币有什么好处 嗯 让我们来看看 你能更有自信地和人握手 但请不要意外压碎其他人的骨头 你可以轻松拿起 买完东西后的沉重购物袋 你甚至可以一次拿起全部的袋子 难开的罐子已经不存在了 你的钱币会把它们打得体无完肤 但你有办法在万里比赛中 赢过大个子吗 至于我嘛 我没有赢 不过锻炼计划还是有差 我猜了 他并没有在一毫秒内将我击败 没错 我还有很多锻炼要做 但成果的确让人十分期待 哦对 如果你没有立刻看到成果 请不要灰心 钱币鸡群相当难练 我们很难将钱币链撞 因为钱币一直都被使用着 当我们用手抓东西时 我们就会用到钱币鸡群 因此他们的耐力一开始就非常高 这也是为什么钱币鸡群会被称为顽固肌肉 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平常的确也在做钱币锻炼 要看到成效并不是不可能 保持耐心 继续做就对了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知识 请给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这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并继续保持量生活